医患家系头条问答签约作者,所谓心肌梗死,是因为心脏宫血的大血管管状动脉突然发生急性闭塞,心脏的宫血发生持久的缺陷,从而引起部分心肌发生坏死。 我国每年约有近二十万人发生心肌梗死,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。 那么心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 导致心肌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冠状动脉发生了急性闭塞,而导致冠状动脉急性闭塞的常见原因是冠状动脉类急性蜀形成,冠脉净卵等。 冠心病形成的病理生理基础是冠状动脉周样硬化,但发生急性心肌的患者大多血管狭窄并不特别严重,反而多发生在管腔狭窄, 在50%左右的患者。 这是因为导致冠状血管急性闭塞的最常见原因是冠状急性血栓形成,而导致冠状急性血栓形成的原因,主要是冠状的一顺斑块发生破裂,然后即把血栓形成,和管腔狭窄程度并非成正比。 简单讲,那些冠状动脉的一顺斑块,比单纯的管腔狭窄更可怕。 所以,关心病患者需要终身抚养它停泪降之药,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。 还有一部分急性心肝患者,冠状血管急性闭塞的原因,是因为冠状动脉发生了持久的静卵。 冠状动脉发生静卵的原因,除了冠状动脉周样硬化以外,最常见的诱因是吸烟,熬夜等造成的高度疲劳。 近期不少中青年发生猝死的病例很可能与此有关。 所以,要想不发生心梗,必须要截烟,不要熬烈和高负荷工作。 还有部分急性心梗患者是由于加层、耍色等其他原因造成的。 急性心梗好发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或水晶期后的女性。 但目前40岁以下的中青年男性发病率有明显增加趋势,特别是和病友吸烟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早发性心血管病家族使的人群。 所以这些心梗的高危人群一定要控制好血压、血脂、血糖、戒烟,尽量避免诱发心梗的诱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